1年1度的倉庫大公開 嗨大家好我是KING 今天呢沒錯我們要來拍一下這個 一年一度的倉庫大公開 那這一次是2023年的版本 拍攝時間是2024年的1月3號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武器收集率的部分 一年前我的收集率是91.61% 然後 武器總數是513把 那遊戲內的武器總數是 560把 然後一年後呢 我的收集率來到了93.16% 武器 558把 那遊戲內的總 總武器數量是599把 反正 大概就是多了45把 的武器 對 我的帳號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百科全書 大概就是這些武器 基本上我的這個EX版我都是沒有抽的啦 然後這個是比較可惜啊真的是很可惜 我那時候是12000嘛 欸我不知道上次 2022年版本的時候有沒有拍 反正就稍微講一下 上次我這個刺魂呢 是花了12000保底的 然後 在當時虎神出來之後 好像那時候有包含這兩把 我又抽了一把刺魂回來 對反正就是 白花了那12000 然後 還湊不起 就相當的可悲 不過我也難得花錢再湊起來 對啊就 畢竟 星魂嘛 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傷害呢 就是刮殺 對 雖然可以用 但是 跟其他死屍比起來就是 就那個屌一樣 對 然後基本上這些 這個保底武器 我也是都沒有拿的 然後還有這個 黃金刺血啊 什麼這些 這些好像也都是 出了一次之後就沒有再出了 而且好像都是1000萬紅利丟出來 現在應該會直接被秒吧 除非要把那個紅利數量上調 然後這也是保底武器 反正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光死混沌炮嘛 這是應該近期比較新的武器 之後就等龍神啦 然後這個浩劫法皇我也沒抽 對 當初想說白嫖啊 白嫖喔沒嫖到就算了 然後再來下面基本上就是賽季槍嘛 這個就黑K 零 助手槍 英雄槍 拿不到 然後再來就 馬爾托之音這個好像也是蠻稀有的 看一下 現在目前只有黑四可以拿到 啊 當然一把就很貴啊 然後黃金貝西也是 這種黃金系列的都 很貴呀 當初賽事推出來的 好像是序號吧 然後這個也是保底武器 不過下面這些武器應該是都 在上個版本就 就幹話過了 感覺現在在講一次好像也是多講 隨便 然後這把是這次的賽季武器 推薦大家 必課好不好 200多塊就可以讓你有這種遊戲體驗 沙爽爽 一定要客 然後再來就是 一些稀有槍吧 我猜 在2023你好像也是 多了蠻多稀有槍的 就 黑市嘛 買低賣高 然後賺一些紅利價差 然後再去買這些稀有槍 回來收藏 然後順便抽一下這個武器的 收集率 反正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然後順便聽我講一下這個懶教話 啊 墨辛辣乾 看到一定要講 每次看到都要講 墨辛辣乾 當初 當初被我那個 當成原版的墨辛辣乾拿去強化 對這把貴族的 然後就零了 這把從此以後拿不回來 這個你後面想要在什麼黑市買啊 買不到 你想要去那個賽季裡面 花錢買 買不到 因為你已經拿過了 所以就真的非常可惜 PSG1我是之後可能會考慮把它收回來 畢竟還是一把不錯的武器 就是 他的外觀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略野先中就是 現在很貴啊 之後再說吧 我黑市市都一把丟可能十幾萬啦 但好像收不太到 他的價錢可能更高 可能 二三十喔 還是再高 我不是很懂 但目前是收不回來 喔 這個是 最近出的一把 黑AK的改版 經典款 就 聲音不一樣 然後 也沒有比原版的黑AK還要屌 對他就是一把 AK47 也就是CV47的可能彈夾擴充板 然後 再給你強化一下 強化穩一點會比較強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跟 今年推出的這個 沙漠武器 對吧應該是2023年推的吧 都還不錯 希望未來2024年可以再多推一些這個經典武器 經典武器 蠻期待的 不然都是神仙武器 沒料 就算是換個皮膚也好 對吧 就算是什麼 黑暗騎士換個皮膚 對不對 命運金藥換個皮膚 誒說到命運金藥 這個槍聲一定要改回來 吵 這個槍聲真的是 超難聽 那改回來原本金藥的聲音多好 現在拿金藥都沒感覺 真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改 這個擴充板好像也是蠻稀有的 之後再收啦 就沒什麼紅利 我紅利老實講也不多 大概就這樣 剩下一些 喔這個這個這個 迷麥 這應該是今年我記得是 2023年拿到的吧 也算是圓了一個 一直以來 的夢想 想要一把迷麥 對就是這樣 然後就這樣 沒了 那接下來看一下角色部分 我現在角色的收集率呢是92.19% 然後我看一下 我去找一下那個舊版的 2022年版本 OK找到了 我在2022年的時候 角色收集率是85% 然後總共是102隻 啊遊戲裡面的角色數量是120隻 對然後2023年是 92.19% 然後持有數量 118 角色總數128 也就是說 我這個角色呢在一年當中 多了16隻啊 啊哪16隻呢 我再猜應該就是前面這幾隻 123456789 1011 咦 咦 有到什麼後面嗎 有出這麼快 我看一下 喔沒有沒有沒有 咦那 一年好像也就出12345678 一年好像就出8隻 唉唷那我應該是有收集到前面幾隻稀有的喔 嗯可能有收一下 啊這個什麼愛麗絲啦 對啦 應該是收了這個愛麗絲吧 還是什麼 忘了反正 就有收一些以前的角色 基本上這些角色都是課金角 啊不課也行啦就是 白嫖嘛 中的機率其實也蠻高的 你看我這個就是免費抽到的 對吧我印象中這兩隻好像是抽到的 白嫖的 沒花錢啦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啦 對啊 大家應該還記得這隻吧 愛麗絲 這也是很稀有的角色當初被我用很低的價格 剛好被我看到直接直購拉掉 超爽 對就這樣 然後再來看一下稱號的部分啦 看一下宣章 這個容易點數 我先去翻一下舊版 那容易點數的部分我在2022年是2130點 那2023年是 2245點 喔加倒下來蠻多的喔 一年加了115點 也就是說我如果努力一點 我可能兩年再過兩年我就可以移到這個 紙稱 生紙稱 沒錯 那今年多了什麼稱號呢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其實也不知道就解了蠻多的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算到這個殭屍的 應該沒有 可能就一些 角色的那個 克金稱號 然後跟 武器的那些 收集稱號 對 就是神仙武器的收集稱號 可能 就這樣吧 我不知道 還有多什麼嗎 我能想到就這個啊 什麼生物管理者啦 什麼 這些 祭司傳奇啊 巴拉巴拉巴拉 有的沒的 啊這個啊 遠洋之歌 血之貴族 萌萌派對 子龍將士 應該也沒有其他的 反正我們就隨便看一下吧 從上面滑到下面 2023年版本 隨便看看 就是一隻 花了一點心血的 賬號 然後每年都來錄一下 記錄一下 因為不知道這遊戲什麼時候會倒 就每年更新一下自己賬號的 一些過程 喔還有這個重返基甲偵 假聲霸 欸 記錄一下聲霸 我看一下喔 還有嗎 還是沒了 好像沒了耶 好爛喔 就出 一小段時間而已 靠呀 他不是說之後 之後那個關閉時間會再講嗎 只有開了可能幾個禮拜而已喔 還是幾個月 這麼短喔 原資原位回歸 然後一下子就關掉了 然後也不能給你解稱號 唉 說到那個稱號啊 我看一下 他這個稱號在目前是不能解的 增幅者 此為再也無法獲得尋章 所以我推測啦 他應該是不會再出了 不然就自己打臉自己了 就算出來可能就跟現在這個一樣 就是出一個紀念稱號然後 對 沒有點數 沒屁喔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部隊的部分 對 這個 部隊記錄 然後成就 對大概是這樣 就隨便看看 好沒了 然後資訊的部分 殭屍模式 射殺力 人類情報 我這個玩那麼久還是一樣準雷驚蝦狂戰 然後讀文句 這也太 佔了我這個綁單太久了 已經不知道多久了這應該是 切槍年代那個時候的喔 然後 這邊 這就很奇怪 還有一點很奇怪 回合最多感染次數31個 我要怎麼樣可以抓到31個 一局就算32人滿人 他怎麼可能只給我一個當殭屍 這個我真的不懂 沒有邏輯這應該是bug 然後就這樣 對 極殺殭屍數量 6萬5千隻 累積感染人類 4萬個 回合軍傷 4萬5 回合平均感染人類3個 然後一般模式 然後一般模式 擊殺數26000 死亡數22000 就隨便看看 為什麼會在 一般模式裡面拿奪昏劇啊 啊這個也是 然後物品欄 物品欄的部分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每一把武器的存貨 不過可能要自己掠過這個 FREE PASS 啊 槍太多了看起來有點 有點無聊 好啦沒差啦反正就加減看 我這個雷神激光波應該還有個七把八把吧 屯起來等著長高之後再賣 然後跟屯了一些稀有槍 就幾把而已 侯塞了也是囤了蠻多顆的不過 對也是賣得差不多了 好像剩七八顆吧 之前好像有十幾顆 那就慢慢賣 這樣會不會滾太快啊 因為我覺得看這個很無聊 但是又想要記錄一下 所以我就 對取一個平衡點 就滑快一點這樣 然後還蠻多那個角色是重複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上黑師 留很久啊 欸我角色也超多耶 殺回啊 右邊那個超小一格耶 如果我慢慢滑不知道滑到民國幾年 還有這個專屬是怎樣 專屬賬號的 喔接下來是服裝 服裝 金妞好像也推了蠻多不一樣的服裝 還不錯 還有這個 橘子 這就很讚了 不過我記得原版有一個是橘色的 那個更讚 這個就是給沒有的人算是一個 彌補 也還行啦 蠻希望下次出一個 是 課金 課金服裝 就是你可能在這個 遊戲橘子裡面 出了很多錢 在C球裡面出了很多錢 然後 就可以獲得的一個稱號 跟一個 裝飾 對 可能就假設我今天花了 50萬 然後就可以拿到一個 鑽鬥 鑽鬥背包 阿不然就 提供一個那個 可以查自己花了多少錢的地方 我還蠻想知道我這支帳號出了多少 好啦 繼續 解碼器的部分 這些是囤的 還有這個絕版的超A OK 喔 我強化券怎麼那麼多啊 是解那個部隊成就拿的 太多了吧 這兩個是那個啦 當初商城有bug 然後我就去買 把它買起來放 不知道可以幹嘛 他也不能幹嘛 就放了很久 然後跟一些部件 這部件超難合 還有這個 等待式 等待式一定要記錄一下 這個東西就只出一次啊 然後通常都給300天 很多都是那種300天活動給的 後面就不出了 稍微記錄一下 欸這應該是絕版了喔 當初沒刷的 唉 沒料 這個掛著都能刷 當初 沒刷的人真的是 沒料 他這樣其實也出了蠻多的這個 等待式的 九命怪貓 然後跟一些字型 噴漆 噴漆 噴漆也爆幹多 怎麼感覺這部影片會很久 喔 殭屍傷害計算器 2025年 2037年詳細傷害提示 聖誕節專輯 然後就一些塗料 模式專用 就殭屍的皮膚啦 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看看就好 創作者獎盃 OK 禮物盒的部分 這個2020年 2020 什麼2020一堆垃圾 這個 隨便看看 隨便看看 我就這樣滑下來 唉唷 還有一個超A 帥查的心意 OK 就這樣 VIP的部分就這樣 就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是帶出來的啦 幫別人帶出 送禮 如果有觀眾想要送禮也可以找我 不過 如果我沒有要衝無限的話就是沒有優惠 就是1比1多少錢就多少錢 想要更便宜可以去找8591 找我的話就是 一定要匯款 然後價格是1比1 但是 很有保障 不過我會比較推薦去850啦 就 可以打折嘛 可能折個一兩百塊這樣 好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就 等這個 2024的 年底 再見 掰 1 2 2 3 3 2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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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